在全球刮起AI旋風的黃仁勳 是也會踢到鐵板嗎 請永遠哥帶我們看 現在也報導說 他曾經跟台積電要求說 是不是能夠提供一條專屬於 他們獨家專用的COAX產線 這讓台積電當場就回絕 OK 其實他這條新聞報告 我覺得這位記者 他很會塑造氣氛你知道嗎 他說由於雙方口氣都很狂 所以會談氣氛一度尷尬 我覺得這不太可能的事情 你想想看 輝達是台積電數一數二的大客戶 對不對 他怎麼可能會跟他講說 那你出錢嗎 你幫我蓋嗎 對不對 我沒有錢蓋 不可能講這種話對不對 所以可是由這一點 可以突顯出來什麼 COAX產能需求量真的非常大 他真的很吃緊 對 而且非常的吃緊 對 沒有錯 所以我是認為 不只是台積電 那台積電的 他這個COAX的設備概念股 我覺得也是會是未來的主流之一 像是這幾檔股票都是在其中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們的這個六月份的營收 跟今天累計的營收 這個年增率都是多少 至少都40%以上了 對 還有三位數的 除紅做除外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以看一下 個股來講的話 第一個我們看星雲 它這是老牌的了 那麼也是這個大家都注重 非常注意的 那麼我們可以看 去年它的產能已經增加40% 今年底它再增加30% 它負荷成長率非常的高 那麼它的股價其實上漲 並沒有什麼套牢的壓力 這個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另外就是致勝這檔股票 致勝這檔股票 其實你看它今天也突破了盤整區 再創歷史新高 它為什麼再創歷史新高 因為你看它上半年的EPS 2.4元